偏虛力 給遊戲體驗 歡迎收看我不坑拿鐵頻道 家居玩水流v5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好的今天要來換一下 足球的女生服裝 這次足球服裝是免費的 然後其實印尼服只要50個足球 算是非常便宜 然後好像我觀眾說其他伺服器 連足球都不用收集 然後完成任務就有了 總是來講我這邊先換起來 在這邊有個JKT48的活動 哇非常多妹子 然後這個是印度 不是印度印尼的女團 然後他們呢 就是有代言這次v5的活動 台服應該是沒有 然後這邊活動的話點進去以後 很多張可以選 隨便選一張 然後其實進來都一樣 這裡可以消耗足球來抽獎 然後我這邊還有21顆嘛 我們就來抽一下吧 我們先4個5抽 欸他該不會有AKT48的演唱會吧 OK 有抽到車子啊 車子上次抽過了 就已經抽過了 車子了 這活動是 額外的活動 我剛剛看其他伺服器沒有這個活動 總之免費活動 然後獎品拿一下吧 OK 就這些 足球服裝我相信台服很多玩家都拿到了 然後印尼服其實 大概花個 就是台服一半的時間就可以收集到了 一個可能花 舉例來講一個花 10小時啊 一個花5小時就完成了 好就輕鬆拿到 沒有什麼壓力 台服90個足球真的太多了 OK 這個就是這套服裝了 相信大家都已經拿到了 那我們幫他換一個髮型 OK 我們穿戴成這樣 那我們來玩一下足球突襲 來分享如何成為得分王 好這個模式我大概玩個幾場 就抓到一些節奏跟一些技巧性了 如果你還沒有贏過的話呢 我來教大家怎麼贏 欸 欸怎麼沒有直接進去啊 他竟然等候大廳欸 記得都直接開始啊 好多人喔 OK 這裡我們先選前鋒啊 然後你可能也要當後衛 如果沒有去守球門 就要守球門 這裡我教你們怎麼秒進分啊 直接不給對方遊戲體驗 然後我相信有些玩家會啦 然後就分享給一些不會的玩家 OK一開始是不是 我現在是前鋒 所以基本上有可能在前面 先蓄力 好OK射球 看有沒有進 有 進分了 開始而已 開始10秒鐘 就進一分了 OK 再來 他在這次 他進穿以後我們要再進一點 再射 可惡 隊友啦 剛剛隊友是不是有幫忙 有射了一下 完了 這個模式我覺得 有時候要擔心隊友可能他想幫你射 結果 這個其實一個人射就可以進了 剛剛是白色那個幫忙射 就反反彈 不然就對方有射 但對方那個可能有射 可是看不出來 這有時候我覺得蠻奇怪 哇哇哇哇哇 有沒有當守門員 喂喂喂喂 基本上只要是我 我當任前鋒的話 我都可以進 一次就進分了 然後最高分數也可以得到十幾分 沒問題 只要隊友不要 不要亂 欸他們沒有人手是這樣 沒有人手欸 直接放棄了 OK 再得一分 剛剛把失去的分數得回來 我看這場能不能拿到十分 好我們現在先衝刺 衝刺要按蓄力 蓄力可以 射 稍微高一點 欸他們守門員不守 哈哈 他們守門員不守欸 這場是怎樣 通常守門員還會守一下 那我常常遇到我這樣玩呢 後面就變成兩三個守門員 他們全部守在球門前面 這樣射 你看白色那個剛剛在 他有點有點在害我的感覺 他這樣射其實有可能那個 呃 因為力道不同 他可能會往別的地方飛 好換他了 給他射給他射 欸他不射 哇哩咧 我以為他要射他不射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喔呦 水水水 對方有對 對有凝膠 我來射我來射 他們有一個人掛機 好像看說有一個掛機吧 那他們這樣很難 他這模式其實蠻長 蠻長會有玩家掛機 不然就是 隊友去設自己的球門 就是這模式我覺得超級不適合開觀眾場 因為 有些玩家會故意設自己的球門 就是屁孩啊 印尼服也有啦 台服我相信應該也有啦 所以說這模式我是絕對不可能開觀眾場 因為有些人一定會故意去設自己的球門 我現在來守吧 因為沒有要守 欸我來了 OK 我比較喜歡用蓄力啊 然後搶球的話會用短按 短按就是狂按攻擊鍵 他就會一個短射 然後長射可以射比較遠 最好是球在飛起來的時候 你斜角射45度 就可以把他射進去裡面了 我把他射個方向 歪了歪了歪了 再來換個方向 籃到球了 然後身體可以籃球 像這樣子射的話呢 他就可以飛起來 射球的下方 欸沒進是不是 差一點 啊完了完了完了 可以把他推進去嗎 啊水水水 有隊友把他推進去了 正常隊友是正常隊友 我遇過那種 隊友超屁的 就是一直在射我們自己的球門 然後後來大家都退光了 然後我自己都退了 遇到我怪怪的球員 好降射 哈哈 不給遊戲體驗 這個其實是可以守的 要站在球框的正後方 球框的正中間 然後稍微後面一點 來要用生理去擋 用生理去擋應該是可以 然後再來是 如果用蓄力社會更好 欸有進嗎 這場有機會拿十分喔 應該可能拿到十幾分吧 7比1 我現在來當守門員啦 因為現在分數已經超險了 來來來來 因為沒有要守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守啊 有凌膠了 凌膠就這樣架 那我這場沒有選希羅 因為我覺得希羅那個沒有到很好用 他有時候你開起來 球反彈還進球了欸 就是會有點不好 凌膠比較好用 可是凌膠足球TTS會爆 然後這是緩速的 來我把他升去 欸可惡 完了 歐歐歐歐歐歐歐 凌膠還在 凌膠很重要是這樣 先把他射遠 先把他射遠 然後希羅那個主要就是 可以把足球困住啦 你可以讓他稍微動不了 欸進了嗎 水 其實我很想當前鋒啊 可是我現在沒有在前鋒的位置 欸 水水水 前鋒就是我來進球的時候了 掰掰 欸 他們復活欸 他們隊友復活了 會動了 守門員會動了 9比1啊 對方應該心灰意忍了 欸我又前鋒 擺一擺 欸酷 對方好像有射 這好像Bug看不到對方有沒有射 就是他的動作沒有 很像是他手靠近 過去了過去了過去了 他們手沒有出現 快快把他推進去把他推進去 完了完了完了 看能不能在進一球 先把他射遠 哇隊友在幹嘛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沒人守 其實我是選前鋒啦 我只是看沒人守 我就當後衛 就有點像是 校長兼什麼 兼球員 教練兼球員 我來守吧 我們隊友沒有要守 他應該有剛剛有選後衛啊 欸不對我們隊友斷線了欸 電腦啊 你們看左邊 我兩個隊友斷線欸 什麼鬼 退出了是不是 完了 完了 降野進 我們現在是兩個兩個隊 不知道三個是活人還是電腦 我們有兩個是電腦吧 又斷線了 跳game嗎 欸他們沒有動 欸快快快 誰射一球 進去啦 十分 好 大致上就這樣玩啊 就是你們 射足球 足球飛起來的時候 把他射出去 我看你們在進一球 再來就是射低一點 看球起飛 好這樣子 欸可惡他好像有射沒有 看不到 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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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教你們如何成為 競分王啊 而且是秒競分 一開場就可以先競分了 然後所以你要選的位置就前鋒啊 然後大致上這個遊戲玩法應該蠻多變化啊 大家可以分享你的玩法 然後我的話呢 就是會去撿凝膠 沒有人防守 就撿凝膠去把他 架在球門前 可以稍微擋一下 7分 然後有兩個掛機的0分 對 後面有兩個應該是掛機啊 算了 然後他們對方有一個跳game了 通常這個只要玩到隊友 可能不團結或者是掛機 你可能就想要跳game 對啊 好總之今天就分享一下 足球突襲的玩法 還有印尼服換這個服裝呢 非常的簡單啊 只要花台服一半的時間 你就可以換到了 那上就跟大家分享 後面有任何情報的話 一樣會繼續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歡那天影片 可不然喜歡 持續訂閱我打開通知鈴鐺 後面去分享PVI攻略情報 你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王軍平常哪個頻道 這我推銷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奶酒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 拜拜 3 1 2 4 3 4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